第十七集 监房十六,第十七集 衣食住行篇 第三講 下節 上一節講到一些單獨囚禁 單獨囚禁的囚室 十二個小時就放在這裡 大約就是這樣 但你有些私人物品的 例如有些書 有些食物 你做事的時候買些食物 其實在囚室那裡 你可以放在一張桌子上 他有一張三角形的桌子 也有椅子 可以坐在桌子上寫信 但通常人們都坐在床上寫信 還有一些衣物 有些衣物 也要放在床下寫信 通常有些監獄會給你一些塑膠箱 你放一些衣物 放在床下寫信 單獨囚禁的倉物 應該是沒有洛卡給你的 接著我再講 其他情況就是 如果是一些不太長的刑期 要放在大倉 監獄風雲大家看到 哇大倉 十幾二十人在 很多人在 會不會是很兇的人呢 其實是不會的 應該這麼說 如果放在大倉的時候 一些低脂肪的監獄 放在大棒的囚室 通常那些人 都會是同一個飯堂 多數都是同一個飯堂 又或者是同一個奇數的人 相處得久 基本上都是熟悉的 沒有人會欺負你的 其實沒有人會欺負你的 在大囚室裡面 通常一定是 鋁架床 鐵的鋁架床 沒有什麼情況是爆棚的 基本上 例如一個 一個囚室裡面有二十張六架床 通常都是住二十多人 左右 很少機會 我沒有接觸過 就爆了二十張六架床 裝四十個人 我還沒見過 或者有時候 犯罪率高的時候 判案多人 會發生這種情況 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不是這麼多囚犯的時候 通常那些囚犯一定會安排你 睡哪張床 哪張床 你不可以說 喜歡睡哪張床 哪張床 一定會安排你的 通常這個叫做倉壩安排你的 每一個倉都叫做倉壩 其實倉壩就是值日生 以前聽過那個名字 好像嚇死人的叫做倉壩 其實就不是的 一個管理員 安排你睡哪裏 那 如果你不喜歡睡那裏 你覺得哪裏的床是想睡的 那你跟倉壩說 倉壩是可以調你的 可以調的 因為他要通知職員 他要通知職員 你睡哪裏呢 職員是要知道的 是要知道的 即是他有紀錄的 即是職員會有紀錄 你睡哪張床的 而好了 每一個大倉 基本上會有 一些櫃 那些櫃是沒有門的 一格一格的 一格一格的 有些可能會有門的 有些可能會有門的 我見過有門的 有門的 但沒有鎖 一定沒有鎖 更加多就是一些木箱 一格一格的 可以讓你擺一些私人物品 例如你的睡衣 食物 會不會被人偷 當然會 當然會 我在前幾集都說 你坐牢的時候 你的所有物品 你一定要寫號碼 一定要寫號碼 還有 是會有被人偷東西的情況發生 這些小爭執 這些我日後再講 這些小爭執 也會給你一些 膠箱 那些膠箱 大概是幾個大 大概 可能會給你一兩個 你把這些東西 放在床底 放在床底 如果是屋架床 上面有人睡覺的時候 也是放在床底 你自己安排好 自己處理的方法 如果不是 放在木櫃上 也是可以的 還有 你可以去買一些包頭袋 包頭袋 什麼叫包頭袋 就是一些 半透明的塑膠袋 也有些房間 可以給你用一些文件袋 也是半透明的文件袋 在書局也有人買的 但是那些包頭袋 一定是在監房買的 一定是要申請 要用你的薪金去買的 用你的薪金去買的 又或者 有些人坐完牢 就走了 基本上 他可以留在包頭袋 可以讓你去用 留給你用 那你一定要有朋友 才行 而在監獄裡面 有些監獄 所有監獄的大倉 一定會有廁所 一定會有廁所 但是不一定會有浴室 不一定會有浴室 而在工場裡面 可能會有浴室 而有些監獄 大家一定會安排你洗澡 一定會安排你洗澡 一定會安排你洗澡 有些監獄的 大棚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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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水口 花灑 而在冷水供應方面 其實是跟職員的換季 沒錯 職員換季 通常職員換夏天三 通常是五月左右 不會有熱水 去到十月到三月 才開始會有熱水 才開始會有熱水 冬天的熱水都幾足 冬天的熱水都幾足 夏天的一定會沖洞水涼 夏天一定會沖洞水涼 冬天是有熱水爐 如果有些囚室 有些監獄裡面有 有洗澡的設備 有浴室的設備 都是這樣的 如果一些監獄 囚倉是沒有洗澡的浴室 通常職員會安排你在工場 或者大棚浴室洗澡 所以一定會洗澡 每一天都會有洗澡的時間 大家不用擔心 大而天時沒有浴室 不會的 去到睡覺的時候 你翻倉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你的私人時間 你的私人時間 所謂的私人時間 就是你睡覺的時間 睡覺的時間 七點鐘翻倉 十點鐘關燈 這三個小時 你可以處理一下自己的私人事 寫信 看信 看書 看報紙 沒錯 可以看報紙 大家可以入報紙看 親朋戚友 帶一些書給你們看 可以和圖書館借書看 可以聽聽三機 這是私人的地方 很多人去到睡覺 開箭子睡覺 還有 翻倉 大概是不可以馬上開箭子 不可以馬上鋪床睡覺 要等夜間進來 點齊人數 點人 我日後才說 一說解散 才可以 才能真正正進入私人時間 而在 睡覺的時候 每一個倉 都會有很大的風扇 其實基本上 除了獨立囚室之外 大棒倉 是挺通風下的 挺涼的 因為風扇很厲害 如果真正很熱的時候 比如滑架床 滑架床 如果你睡在下隔 已經上隔沒有人 通常怕熱的人 都會開天窗 什麼叫開天窗呢 將上隔的床板 拆出來 如果上隔的床板拆出來 那有些風扇 就可以直接吹到下隔 是不是 這個是 有很多囚犯都會這樣做 那 不是 譬如說 我更加想涼快一點 我可不可以睡地下 可不可以睡地下 睡地下可以涼快一點 我鋪了一張 睡地下就涼快一點 不行的 不行的 記住 睡地下是 在監房來說 是犯例的 會破屈你的 正常看到你睡地下 第二天早上你就會去三搜房 你一定支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野間來說 我上一節跟大家說 你睡在哪裏 其實基本上職員是有紀錄的 這個床裏 這個人睡在那裏 他的號碼是12345 就是12345 如果你睡在地下 野間人員 當看到這張床裏 沒有人的時候 他有懷疑 你是交了腳 你不知道他去哪裏 明白嗎 你睡在地下 他看不到你 睡在床底下 看不到你 所以監房裡面睡地下 是會支持的 大家千萬不要睡地下 不要貪良快睡地下 這個 大家要記住 大家要記住 好了 講到這裏 基本上大家那個 私人的空間 我基本上都講完了 坐牢是痛苦的 基本上大家所住的監獄 環境地點 在香港地點是不錯 而擠迫程度 不太擠迫 在監房裡面擠迫程度 不太擠迫 住的地方 這麼不幸 如果大家的刑期比較長一點 基本上就是住一個劏房 住一個劏房 獨立囚禁 我不希望大家有這個機會 下一集 下一集就是講到衣食住行的行 什麼叫行呢 就是Transportation 這裏去那裏 到底有些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一集就跟大家講 我意思是